很多人都不知道青椒炒鸡蛋到底是先炒青椒还是先炒鸡蛋 今天就把详细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你们只要多加这一步 在家也能做出比饭店还好吃的味道 地里挖的青椒先去地 用刀按压一下 这样子容易切 切出来还整齐 碗中打入四个我刚刚下的蛋 加入一勺水淀粉 一小勺盐 这是让鸡蛋嫩滑的关键 像我这样的调起来搅拌均匀 这样鸡蛋更加蓬松 锅中油热倒入青椒 小火炒至断生 然后淋入鸡蛋液 先不要动 让鸡蛋有个定型的时间 稍微给它翻个面 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就能让我开心一整天 这个视频您就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大家了 等完全定型后 再用铲子铲成小块 加少许生抽调味 在大火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青椒炒鸡蛋这样做 鲜香滑嫩 好吃又下饭 比饭店买的还好吃 学会的记得点赞收藏做起来